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败者组BO1卡位淘汰赛第二局的比赛现场 我是天云 大家好 我是瓶子 那第二局我们也看到了刚才遗憾堕拜的零八二九 要迎战到这一位对手 也就是刚才花了一整局的时间在观察他们的WIN战队 对 我们也看到了在首发名单上的话 WIN还是保持了在最近一次比赛的阵容 也就是上了左二 是 马上进入双方的这一局对阵 蓝色方是0829红色方WIN 然后老夫子和细施 把猛男搬掉了 一如既往地放在了班位上 我觉得许天吉就应该改名字 许猛男 许猛男 真的强 对 班位上没有什么变化 和我们预测的是一样的 还是想要打孙斌这一套 还是保持了上一局的阵容吗 对 我以为他们会考虑 比如说猪八戒 佩娜克 露露这一种组合 我倒是觉得他们可以一楼抢连坡啊 因为你蓝色方一楼不想连坡 有可能会被红色方把连坡给拿掉 孙斌这一手位置拿的 难道真的会点一个中路貂蝉 双周 这应该是看了上一局的比赛阵容了 所以你上来把 对 把双周给拿掉 然后这样你白起出还是不出 然后再加上 你打野位置 不管是纳可露露还是赵云 我只有鱼姬亮出来 你的打野位都很难切后了 那0829如果还要打貂蝉 他换成纳可露露了 他有一套可以是孙斌貂蝉被盘鼓 那如果选了露露的话 那么就要转变思维了 是的 露露应该还是小假玩的 李元芳 选李元芳打鱼姬 李元芳在线上的话 一能抗压 二在对抗到鱼姬的时候 可以逼着鱼姬出二 不得不说WIN这一手 庄周选的非常的领性 对 选的很主动 导致于0829 直接放弃了白起加孙斌这一套组合 那我倒是觉得0829可以不用出白起了 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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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不用出了 不用出鱼姬就行 阿古朵 留了一手站边的位置 轮到四五楼去拿 这时候阿古朵拿出来会选的吗 因为许天奇上次是关羽嘛 对 他上次也是关羽配阿古朵 但是这个关羽是不是太明显了一点啊 但他上一次阵容也是这个样子的 是庄周加上阿古朵 问题现在是可以有班位的 对 你们29把关羽搬了 实在不行再搬一个马超他配什么呢 我倒是觉得这手阿古朵可以先不用着急 我也觉得有点亮体系了 对 你把关羽一拿的话 你阿古朵就算是不拿 但是你关羽是在的 关羽直接搬掉了 就再狠一点 再搬一个站边 要搭配上阿古朵的 难道要拿夏洛特吗 祖儿很吃惊啊 你看 他们把关羽搬掉了 把关羽搬了 很吃惊 夏侯敦搬掉 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自己要拿站边的话 在对抗路和夏侯敦对线都是很不舒服的 对 月晴满脸愁容啊 太难了 太难 最近李雪晴真的也是加小客家的特别多 对 关于他很忙 牺牲了很多自己休息的时间 对 他在打比赛的过程 来这里打比赛的同时 他还要兼顾其他的工作 没错没错 最后留了个马超出来 然后搬了中单沈梦西 也是一种自信 是的 那现在看这阿古朵配什么了 难道真的练了一首马超 那许天奇最近真的是 猪八戒了 很努力啊 猪八戒 因为马超不是一点半点可以练会的 我觉得这个阵容出来WIN有点僵硬啊 首先他们是没人带线的 伤害不够 而且伤害非常缺乏 对 伤害很不够 哎呀 我觉得三手亮阿古朵稍微亮的 有一点点草率了 小乔反过来看0829 目前已经三个合了 因为WIN这个阵容前期不可能强了 所以0829的娜可露露肯定是可以发育得很舒服的 对 来看一下莫言最后怎么选 五强啊兄弟 来说李白 谁打中啊 庄州中路吗 阿龟我中单 李白中单 还有最后一个中路的位置 赖美云 使用什么英雄 关键点啊 很难在这个点上除了选一首法刺 出来可以补爆发 补带线不知火舞 但是轻线又太差了 我落军 这个阵容选出来 WIN的伤害就没办法 纸面上面写着 纯靠鱼姬拖后期了 但他们也有个王周军 嗯 高阵容 保鱼姬倒是能保下来 能保 能保非常能保 能保下来 因为能够给到他威胁的这一局比赛 一个纳口度 他用二技能只要留给纳口度了就行了 对 然后他还有个保镖 对 双周 连波的技能也开不到他 小小的二也吹不到他 很严肃啊 WIN这边也很严肃 赖美云 WIN这个阵容选出来有点四宝一的意思吗 呃 有一点 有点复古的那种四宝一宝射手大核心的感觉 对的 而且他这个阵容过来的话 王周军给个大招可以把位置封住 对 他们是拥有可以拖到后期的能力的 因为王周军一个首先英雄还是在的 对 这个有一个基础的保证 0829 蓝色方 选了一个可以说是三核心阵容 那可陆小乔再加上远方 没错 欢迎来到王者荣耀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双方的这一局比赛 全军出镜 让我们一起期待会发生怎样精彩的火花 蓝色方0829 红色方WIN 我是天云 我是瓶子 这真的是决胜局了 谁赢 谁将是败自主的第二 去交小的胜自主的第一 输的那一队将会直接淘汰 来看一下开局 许天琪没有进 选择的河道开 河道之灵开 那么第一个蓝buff 黄敏昊是能拿到了 比较稳了 比较舒服 许天琪没有冒险 去进野区 成绩很早就交给河道之灵了 下路这个位置 李源芳打这个Rush 河道之灵速度很快 没错 到二级之后就很方便 中路爆一波 河道之灵刷在哪一边 闪现赖明英先交掉了 这位置不太好 是看到了李源芳 对 他被消耗 河道之灵被零马二九包住 直接强拿 现在王昭君二级能动到周八级上去再拉一下 再跟控制输出不够 赶紧往回撤 Win的阵容现在就是输出不够 打不死 而且那个位置王昭君很早把闪现交出来了 为了逃命嘛 刚才赖美云的站位稍微是有点靠前 对 孟佳的阿古堵 我觉得Win会一直面临一个输出伤害很匮乏的问题 要看怎么解决了 他们的带线刷边能力都比较差 留人的话也要靠赖美云的时候 王昭君 对 就是怕 现在就是压力在大后期会给到薛明嘛 现在的话 整体 扑一套 上路再打一套 猪八戒残了 进塔里吃个雪包 现阶段卫士不会起什么大节奏的 只能往下路给压力 但下路孙兵带了个干扰在 所以防御塔也能保得住 李渊芳也有个大招 这条龙 能打的 中线小桥 纳可路路 0829这边一起吃 往下靠 纳可路路往上走了 这个龙打的是真慢 换龙吗 这才两分钟啊 两分钟的龙打的是特别慢 还抢到了 红红山 这红红山一技能标记上去 它都没有怎么跌层的 那WIN这套阵容本来就难 更是雪上加霜了 它是一技能接大招抢的吗 还是只是单纯的一技能 而且你要看 这等于0到29开局两个龙拳哪 对 很舒服啊 开局双龙会 这也是WIN的阵容 打龙速度太慢的原因 连波 能走 21再加个位移 这一局是一个 胜者生存 败者淘汰的生死 在这么一个局面 目前0829 两龙齐下 开局还是很舒服 这个开局的话 那0829的核心点 都能够发育起来 下路 和红山抢了条龙 我看他是一个 一技能标记上去了 然后直接把龙给抢了 关键是刚刚 他在拿暴君 抢暴君的时候 他们主宰好像还没打完 对 所以身上没有羁绊 没有羁绊Buff 抢完暴君之后 然后小假控下的这个主宰 也是因为阿古朵 阿古朵在打龙的时候 想要贴身放 就是想要放城的话 必须要贴得很近 才能够把那个城按出来 其实WIN要开这个主宰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们四个人在下 视野也压过去了 兵线也推过去了 想打这个龙是没问题的 但英雄机制在此 李元芳本来 也具备的抢龙的能力了 没错 中路 捕刀经济全部给到了 纳克露露 这局纳克露露是蛮舒服的 对 就很肥了 对的 看接下来从哪路开始打节奏 看现在中路吃完 去上路吃 丁若虚也把线控着 等待着黄明昊过来吃钱 这个细节是这段时间 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成长 对 然后吃完线之后 再进野区 把资源搜一下 纳克露露是需要出爱因战斧的 等他爱因战斧出来之后 他的就有爆发了 一套技能就可以秒人了 1829这里 连波一起下来 开始演 下路 宣明被打出了闪现 坦克来中 然后刺客上去是对抗路的前 目前的分配是没问题的 Win的这套阵容 我的理解应该就是打下路的推进 因为下路祖儿的这手装周带的也是干扰 然后再加上阿古朵加王昭君 直接打平推 应该是这么想的 因为林伯尔 等一下这一波猪八戒被控起来 是让瓜里克雷纳克路上去 连波再补一个控制 纳克路上还是够的 还差一下伤害 猪八戒一进头把这血量给回了上来 反过来连波自己还剩一丝血 想交铲先跑没跑掉被孟加拿到了一血 哎这波零八戒稍微有点可惜了 以为这个猪八戒的头是一定握在手上的 但是小乔开大招过来之后 要交铲 阿古朵还在追击 再回头给一个二级针的吹风 把他吹了起来 还好交了个控制 走走走你们走 后面后面能秒 往我这边来往我这边来 我我我帮你一下 往我这边来 可以帅 走走走 帅 nice 走走走 本来的一血应该是0829拿的猪八戒的人头 对 然后反观孟加这边获得了一血 就追的太深了 嗯 然后伤害差那么一下普攻 呃 伤害应该是计算失误了 就能堆死 自信回头了 其实是有点 对 一血虽然拿到了 但是下路的一塔 是被0829给推掉 发育是没问题的 看一下这么快把下路外塔推掉0829考不考虑把射手进行一步的位置的调换 继续去推 把推进打出来 下路的兵线 他们还不是很敢抢 因为毕竟0829是四个人嘛 上路 娜和露露 这么高的经济 猪八有点打不过了 而且二技能没有拉上墙 回头给个大招 一技能再做一下 回个血 主要在哪和露 第二个技能已经好了 完成了一波单杀 毫名号机 删掉了前期 嗯 那就非常舒服了 是的 与此同时的话 另外一路 也想要把这手调上 继续推 总要转一下 再吃最后一波发预作钱 就可以走了 有点打不过了 现在 正面也打不过 带线也打不过 哪和露露现在是十几 有还是这个问题 威确实缺少一个 有带线能力的英雄 对 这个点让猪八戒去带线的话 前排就没试验 走 Win过来 反开这条龙 主宰应该有机会拿到的 因为龙坑旁边都没有人 纳可露露过去了 纳可露露过来想要抢 打招进去想要拨 又抢了 给他龙 再一个小龙 回来想要自己走不掉了 队友过来接一手 还能不能接 别过直接拍大招 现在二技能回来 一截血 现在回到了半血 朱外界再两个一技的 第二个 再回头给大招 再两个一技的强 不空直接 带走了绝对你的主把剑 一摸龙坑抢龙 并且拿到了双杀 这一波黄明昊 纳可露露正式起飞 强到了 这么厉害 来了来了 等等 漂亮 哇 这波零换三 雄鹰起飞啊 他在龙坑里面 面对的是 无垠的四个人啊 他是先抢了一个龙 再拿了两个人头 打了两套CD 回去拿一个篮吧 这波真没想到 他回到二技能 回了一半血 帅势进场 完美出场 对 赛空第二个篮 哇 这一局我感觉 小贾 我们现在回头看 感觉应该是笑起来的吧 应该是挺开心的 因为刚才在赛前 可以看到 他的表情还挺严肃的 对对对 压力真的是挺大的 再多一套 他现在已经在野局 横着走了 接下来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这个娜可露露 为得要一直盯着才行 对 就我之前听说 你给他拉了个七夕零 过来交完了之后 他那天是打了一个 单排十连胜 是吧 还是对节奏有些 对打完了之后 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花海 他又可以了 这局确实是可以了 然后上一局打完之后 发现自己又不行了 又行了 这局又行了 这就是王主人要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而且我给你就是 哎这边被冻住了 这一波往回撤了 差一点伤害 二技能开起来 这波零波大刀也开起来了 比较开大野护队有撤队 但这一波李源芳 二技能也放完能追吗 双双没有留任能力 WIN这套阵容的话 确实是比较难打了 他们缺少一些 目前一个完整阵容 需要的东西 对 你会发现 伤害真的不够 对 伤害带线都没有 切后也没有 就是对面的后排 几乎是一个无压力的状态 对 可以用位移 骑到你的前排脸上打雪亮 见人就打 WIN现在我觉得 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是保着鱼姬 尽可能更多的经济 交给鱼姬这一个点 看一下能不能够保下来 在团战当中 把鱼姬给养起来 对 坚持到最后把输出打出来 薛明 这要扛起大刃啊 扛起大刃 非常艰巨 他还不敢出去 你要把他保起来的话 这个阵容也不是不能打 你把他保起来 猪八戒在零八二九人 冲进来的时候 给个大招 把位置一封 然后王老军往鱼姬的解采放个大 只要谁去扑薛明 他就一定会吃到王老军的大招 然后紧接着 薛明交出闪现 回头留个二技能在手里 点人就好了 没刚才动了一套李元芳 李元芳将二技能走了 这个蓝buff还好 是把握在了孟加阿孤独的手里 是 与此同时 小甲一直在忙于发 他已经15级了 发于清线 赚钱 10分钟15级的娜可露露 等一下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再开一条龙 驱干龙 后排扛得有点受不了 纳可露露没来嘛 得过来一起打 小甲就从孟加脸上走过来 好 没有什么威胁啊 现在 这时候过去想换龙已经来不及了 小甲飞过去 这个龙是打不了了 动一下大刀直接往人头上坡 再来强化不过没有A到 蓝明交出了闪现 要不然被A一下的话可能就没了 反应很快 刚才如果慢半秒钟 大招落地的话 基本上被动住的 对 现在其实小甲只要找机会 补钱 补输出 对方其实要留住这个娜可露露 都要很多人才能留下来 两个位移下来都过了墙 继续留 猪八戒追击 拉回来直接带走 人太多了 看这一波 有没有1 有1的 六月青在旁边 给了个二技能 走了 手里有1就肯定能跑掉 现在其实这个经济差 0829 只要三路线压过去 慢慢控中路 资源 然后龙控下刷野吃线的话 这个经济差 Win是很难追上来 对 真的很难 刚刚小甲打龙打一半 发现自己身上有龙buff 算了 靠兵线压尸也就行了 这个我觉得是0829 最轻松的一个方式 你看现在才12分钟都不到 那可路已经1万了 这一波 太有钱了 出局清线的话 毫命号想动手的 我们来欣赏一下 哪个有的伤害 一套 爬进去 一套已经半血 再来一技能还要追击 猪八戒回头放个大招 太暴力了 王绕军来了 一个一技能硬性加大招 就是1 3分之1 猪八戒的血没了 对 小甲再往后拖的话 再存一点买复活甲的钱 他现在 分数率就更高了 1万1的经济了 嗯 大一刀应该还要升一下 对的 然后紧接着就是复活甲了 宋竹仔 来美云想抢这条龙 有机会吗 要往前试探 余金 直接过去放大招 哎呀黄明浩这一波手里成绩捏得很死啊 空的很稳 对 竹仔 这条竹仔 这条竹仔可以帮助零八二九把视野压得更深了 Win河道只好都不好过了 现在两个前排也很穷 所以根本扛不住 刚才其实从纳可路打猪八戒那个水链就可能看下 看出来的 嗯 下路就先带过去 要牵制一下 Win真是有些困难了 再往后打 天气又出来了 赶紧走赶紧走 现在小甲还在刷 还在刷13分钟了 来正面打一套 但主要是他们这个阵容也不是很少上高 因为在上高的话 Win他们的阵容有猪八戒可以打反手 然后补控制的话 还有个左儿的装周可以解控 好像在高地攻防战场上 还面对着有一个赖美云的王绕军 这波位置绕得还不错 哎看到了 这个龙没什么血了 应该要等上路的兵线了 对对这个龙是不好要抢冲了 对 上路兵线一给压力 那中路的二台就肯定是要放的 宣明八千一 江青八千二的经济 还得拖一花 还不够 还要再来四千块 对 赖美云的经济还不错 因为刚才一局是放他处理兵线 对 他都是一个人单吃的 这局这阵容里面就只有赖美云和宣明两个点要钱 如果你再让赖美云打一个中路的工具人的话 那这道阵容就真的没有输出了 没输出了 王绕军的大招在团圆当中 还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的 对这个比较被动的分配方式还是对的 对 其他人保着射手 找机会 五输出 然后赖美云拥有清线能力的大法师 自己去单线室 下路红红山在卡线 接下来0829要主动开一波了 这么多经济 这么肥的一个野河要发挥成功 对不对 这时候装装想过来 冰先卡一下 有没有干扰 冲一手 先点 先开个干扰 回头阿古多交个大招 中路的防御塔 没有了 李云芳点的太快了 对阿古多的球球还是一丝血 要被打回去了 中路的高地就只能放掉 稳扎稳打先把中路高地冲下来 还可以 看接下来0829是选择 利用这上路的一个主打冲一波 还是说再把这个暴君给空下来 下路这个防御塔 边路的防御塔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刚刚中路组二没有放干扰 所以下路的话组二还可以放干扰来保一下 得赶紧过来啊 这时候组二还在上路 有点慢了 那这波中下塔都没了 他们手里捏着个干扰带 就等于是白拿了呀 被定身 对 这两个高地0829 其实是拿得蛮轻松的 他主要是有干扰在 对 Win手里是捏着干扰的 刚刚迪月琴把干扰交给中路了 因为上路那一波兵线 Win是派了五个人去防守的 对 下路被找了一个突破点 多时没那个必要 再拿一个双抗龙在身上 接下来的下一波团战 我感觉Win有点难以招架了 因为他们现在的C位发育还不够 对 并且那可路路已经有复活甲 两个高地都已经拆光 接下来上水晶 顺通无阻 8000的经济差 中路对中路 经济上差不了多少 两边现在游走身上都是干扰 中路有两波兵的 后面还有一波兵 0829是真的稳 在这么一个关键的局面 绝对不能出失误 对 每一波兵线控好 他们已经不允许他们有失误了 对他们要做100%的准备 中上 如果这场比赛他们输掉的话 他们也将面临着被拆散 被淘汰的结果 所以最好还是稳一点 李雪芹这边干扰交了 进攻干扰 索拉这波干扰还是没有交 许天吉这波让后卫 看上去一技能控一下 纳和鲁直接扑过去 先打猪八戒 猪八戒扛不住 先被带走了 纳和鲁再回头又是个一技能 标记到了招招的身上 孟加的阿古朵一身一丝血 你继续跳上去大招 那伤害不太重 还在点 差一点 还可以再点人吗 能换掉一个换掉的河碎 但是宣明是队伍当中最大的那个河 赛在赖美云的位置被盯住了 是的 纳和鲁鲁三连全胜再追过去 神鹿有兵线 是的 一波团灭的位 然后我们恭喜 0829 晋级半决赛 在补运控制 纳和鲁鲁伤还是够的 还差一下伤害 猪八戒一级能把这血量给回上来 反过来联播自己还剩一丝血 想叫他先跑 没跑掉 现在自己走不掉了 队友过来接一手 还能不能接 联播自己拍大招 现在二级都回了一截血 现在回到了半血 朱雁鲁再来一只 再回头给大招 还在点 差一点 还可以再点人吗 能换掉一个换掉了河碎 但是宣明是队伍当中最大的那个河 赖美云的位置被盯住了 吃了纳和鲁鲁三连决胜 再追过去 能抢 打到进去想要拨 又抢到吗 再打 快来想要自己走不掉了 队友过来接一手 还能不能接 联播自己拍大招 现在二级都回了一截血 现在回到了半血 朱雁鲁再来一只 再回头给大招 再来一只的抢 不过直接带走出去 你的朱雁鲁 一波楼肯抢龙 并且拿到了双杀 能控一下 纳和鲁鲁直接扑过去先打猪八戒 猪八戒 猪八戒就扛不住先被带走了 纳和鲁鲁再回头又是个一级 能标记到了双杜的身上 孟佳的阿古朵一身一丝血 你这一条上去大招 那伤害不太够 你继续点还在点 差一点 还可以再点人猫 能换掉一个换掉的河碎 但是宣明是队伍当中最大的那个河 赖美云的位置被盯住了 现在纳和鲁鲁三连决胜 一屁股 屎 屎 屎 你 屎 屎